保夹最一战术 只有三年 一、科比科比在自己职业生涯最巅峰的一个赛季 他场均可以得到35.4分 你要知道这是在乔丹退役之后的场均最高的分 在这个赛季科比可以通过100种进攻方式来完成得分 在一对一的情况下根本无法防止他 甚至在一对三的情况下 科比依然有进球的可能性 二、奥尼尔奥尼尔作为NBA是上内线统治力最强的一位球员 只要他能进入篮下 那么对于对手来说是致命性的打击 在一对一的时候 不管那个人使用什么防守方式 奥尼尔都可以连人大球一起得分 所以在奥尼尔几节篮下之后 对面往往都会采用两三个人 才能封住他的进攻路线 三、乔丹乔丹作为压招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他是NBA史上得分招式 最全面的一位后卫球员 不管是后阳还是上篮 乔丹都会凭借自己的身体素质 完成许多不可思议的得分 如果在一对一的情况下防守乔丹 他只需要用被打就能轻松得分 而在上篮的情况下 即便三四个人来围剿 他依然可以用超前的滞空能力 完成得分 这两个人来团队 现在共有险扬开 用达远